最近我有些粉丝群里面 又在讨论美股的哈里斯交易 其中一个论据就是 最新的彭博社和一普索集团 刚发的这份震惊的民调 民调数据显示 在登记的选民中 哈里斯的支持率 以44%对42% 领先于特朗普 这里面他们的误差 是3% 所以说相当于哈里斯和特朗普 在误差范围里基本上是几乎相当的 这些调查机构 都是权威的大机构OK的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 正如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的民调 这些民调机构 都是通过过度抽样了民主党人 而对结果产生了影响 这次他们又这么做了 抽样了426名民主党的选民 376名共和党选民和341名的独立选民 所以说出来的结果呢 有利于民主党的哈里斯也正常 大家也可以看看其他的很多的权威的机构的民调数据 大家看基本上都是显示特朗普领先于哈里斯的 甚至有显示特朗普遥遥领先哈里斯的 对吧 所以说大家其实不用太过分看民调 那当前什么是最准的呢 我觉得呢 可以去predict上面去看一下交易出来的概率最准 毕竟这帮人是拿着钱真金白银堵出来的盘口 目前的概率显示 哈里斯呢 是以43对58落后于特朗普的 图上显示哈里斯来选的肯定是要比拜登要强很多 特朗普呢 也不能说是稳赢的 但是特朗普胜利呢 目前交易出来了可是大概率 当然还有三个月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你如果很相信哈里斯会赢的话 那哈里斯交易呢也可以准备起来做起来 我本周讨论会呢 也会和大家讨论一下哈里斯交易的内容和细节 欢迎大家参会